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离尊宝公司比较近啊 有个养老院 听说那里挺不错的 你要是住进去啊 以后就能经常见到尊宝了 你说什么 爸我送到养老院 燕子 你这不是爸我送走 好把我把的房子给卖了呀 然后挖钱 抓紧你自己的药包 妈 我是那么势力的人吗 我怎么可能那样做呢 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你看你一个人孤零零零的在这住住着 万一有什么事也没人知道 这多可怜呀 不劳价你费心了 我的身体很好 这十年八年了呀 还不劳价你 那行 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 我就实话告诉你 我妈还有我弟弟他们一家三口要搬到城里来生活 我就想着 你去养老院了 把这套房子腾出来给他们 让他们住 那你的意思是 把我的房子腾出来 让你娘家人住 我不同意 我劝你啊 还是同意了 要不然 这我娘家他们来到城里啊 你儿子还要掏钱给他们付房租 你要是把这个房子腾出来让他们住 这笔房租就省了 这样的话 我们的生活也不会被打扰 这尊宝也能安心工作了 行了吧 我活这么大年龄 我从来还没见过 这娘家的一家人 靠着闺女生活 来吸女婿的血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的娘家人 你说你一个人占着这么大的房子 那不是浪费吗 我告诉你 我娘家人啊 正好需要那么大的房子 这个房子他们住的刚好 燕子 你搞不清楚 你娘家人的城里 为什么要住我的房子呀 想住我的房子 除非我死了 妈 你别生气啊 你看我今天带了那么多东西 过来看你 这件事也是跟你商量的 这样吧 那个我公共生前啊 工资也挺高的 后来她退休了 这每个月的工资也不少 这些钱不都是你保管的吗 燕子 这房子在图意打不成了 难道 又想打我存款的主意啊 我告诉你吧 那个钱呀 我早就花光了 你一拼 一拼还得到 看来 你是执意降到底了 你别忘了 你儿子可是独生子 将来你要是走了 这房子还有情况可都是我们的 我劝你啊 还是好好想一想吧 现在我们遇到困难了 你要是肯大方的帮助我们 那咱们以后还是一家人 你要是继续民怀不灵 霸占这个房子 你就别怪我们以后对你冷眼相待了 好呀 你燕子 你的真面目 终于露出来了 原来你今天 你是过来给我下战书的吗 燕子 我劝你 早点把你那点坏心思收起来 这个家只要有我在 这个房子的主意啊 你想都不要想 你现在 离开我家 这种好话 赖话 全都说尽了 你还是不听 是吗 我不听 给我走 给我走 你干什么呀 拿给你的东西 这你就气死我了 妈 你怎么来我的公司呢 你说我怎么来的 最后 我就问问你 今天燕子回去了 要把他娘家人都住进我的房子 我不同意 他还打起你爸生钱 留着存款呢 妈 我当什么事呢 就这事啊 他找你这事 我知道 我也允许了 你不知道 这是燕子他弟弟 还有我那个岳母啊 三天两头催我要买房子 说他们没地方住 要不买房子啊 就让你把房子给腾出来 他们呀 整天缠着我 一天给我打十几个电话 问我买房子的进度 你说 我都快愁死了 后来我想了想 你那个房子就你一个人住 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干嘛呀 还不如让他们住呢 我说 儿子 你糊涂呀 你这是他的女婿 他没家 为什么 他家有什么权利 给你理智气壮的要房子呀 儿子 你别带着他就行了 那怎么能行呢 妈 这燕子是我媳妇 也是我孩子的母亲 我离不开燕子的 如果我不答应他的话 燕子肯定会给我生气的 我说 儿子 你能不能有点哭泣呀 你什么事 都听他们一家人的 以后你在这个家里 还怎么生活呀 还有一点地位吗 行了 妈 你说的这些我不懂 啊 但是 这我也离不开燕子的 再说了 你一个人住的房子确实有点大 是不是 你说这块什么意思 我的房子大 难道 我就让给别人吗 我也不想 但是 我都跟你说了 这我要不给他们住的话 他们一家人都会来找我闹 他弟弟 还有我妈 我丈母娘 燕子 他们一家人都找我闹 我这还过不过了 你是我妈 那现在儿子遇到不能了 你不得帮我呀 我是你妈 我就要帮你啊 我真没想到 我欣欣婚婚 爸儿子养大了 这说话 出头下着别人 这跟别人一起欺负我起来了 儿子 你好好想一想 你三年了 三年都没回家看我妈一次呀 这不是工作忙 就是说出差呢 儿子 今天要是我过来 是不是 你再过几年 也不会回去看我呀 妈 我这确实是工作忙 啊 是我承认 这几年我确实没有回去看过你 陪过你 但是 我是不是是不是给你电话视频啊 啊 这电话视频能看照面不就行了吗 我何必还大老远跑回家一趟呢 这不是耽误时间吗 那你说的意思是 我大老远的应该来看你 儿子 要是这样的话 咱们娘俩的蒙素情呀 这不是耽误时间吗 那你说的意思是 我大老远的应该来看你 儿子 要是这样的话 还不如再让他 妈 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啊 你可是我亲妈 现在人们遇到困难了 你不如我帮我 啊 还在这里说这种话 我告诉你 既然这件事 这燕子都已经提出了 你就应该搬出去 自己住养老院去 儿子 你说什么 让我去养老院 我真没想到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真是白抢你了 白抢你了 你要不想去养老院也行 你自己出去租个房子不就行了吗 租 租个单件 一个房间就能住了 非得住到个大房子 干嘛呀 这是你爸 留给我的房子 我凭什么要让给外人住呀 我真是养了个好儿子呀 处处 什么事 都像点人家 这都说养儿发老 养儿发老 我养儿子儿子有什么用呀 我活这么大年龄了 你从来没照顾我 我一天 我也没脱离过过你吧 你竟然还想着 把我偷那个家里赶出去 赶出去 赶出去怎么了 啊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了 这往后呢 也没什么用 我看你呀 就别在这个家呆了 以后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 不是早晚留给我我吗 还早晚留给你 赶宝 我就告诉你 这要用活着一天 那个房子就是我的 我是不会搬出去的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 你呀 弯不弯啊 记得你了 呦 妈 你想辛苦了 决定要搬走了 那正好 省得我再苦苦婆婆心的劝你了 是呀 我决定要搬走了 如你所愿 你娘家人不是想搬进来吗 先让她过来吧 这可真是太好了 你想通了就好 你说你要强了一辈子 最后还不是得向我妥协 哼 念子 我就告诉你吧 这是你娘娘人呀 要是想搬进来 现在也不要对我说了 给新的房东说 这个房子我已经卖了 什么 你卖了 怎么可能 欠谁呢 那么短的时间 你哪有时间卖呀 信不信 有你 这个房子呀 本来只两百万 我就挂了一百六十万 没想到 这当天呀 就给卖了 什么 谁让你卖的 你经过我的同意吗 这是我的房子 凭什么 要经过你的同意呀 什么你的房子啊 你就卖了就卖了 随随便便 就让我们所值四十万呀 那又怎么样 刚才你也说了 我要强了一辈子 那我就要要强到底 这个时候 我绝对不会妥协 我是不可能把我的房子留给你这种无情无义的人 你说你卖了什么 你别高兴的太早 你别挂了 你儿子可是在银行上班呢 我让他查一下 你的银行账户里有没有那么多钱 就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了 我还没那么糊涂呢 我告诉你吧 我卖的是现金交易 这个钱呀 一到我的手里 我就捐出去了 你个狠毒的老太婆 你原来把房子给卖了 把钱捐了 你都不把房子让给我娘家人住啊 你就不怕以后 我们不跟你养老了 就像你这种人 我老了 能知话唱吗 我看 我不是怎么做 我到老的时候 你们都不会管我的 好啊 你居然敢这样说 你就不怕我看你儿子离婚吗 离婚不离婚 我管不了那么多 我给我儿子呀 已经换成界限了 现在 你也不是我的儿媳妇 我也管不了你那么多 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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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舍得给我儿子离婚吗 我儿子对你那么好 我也不跟你那么多废话了 我走吧 哎 你别走啊你 什么事啊 赵 房子也没了 钱人也没了 怎么办呀